然後我們要上的事情是反射 還有面鏡成像 第一個講的就是反射 前面交過了 光波會反射 深波會反射 水波會反射 碰到障礙物彈回來 就叫做反射 所有的反射都會遵守反射定律 所有的反射都遵守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有兩點 第一點叫做入射線反射線 把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反射線在把線的兩側 第二點比較重要考試的題目 就出在所謂的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這個是keyword的重點 然後我們就要搞清楚什麼叫做入射線 什麼叫做反射線 什麼叫做入射角 什麼叫做反射角 這我們交過了 所以現在問你 請問你啥叫做入射線 什麼是入射線 什麼是入射線 入射線是什麼意思 入射線 重文 我不是這樣交的 光射進來的線 你要不挑剔的說射進來的線也不算錯 可是什麼叫射進來的線 什麼是線 不算你答對 入射線 入射坡的前進方向 叫做入射線 那 啥叫做反射線 什麼叫做反射線 這個比照辦理就會了嘛 這麼遠 入射線 入射坡的前進方向 反射線 反射線 叫做 回家了 謝偉珍 回家 請坐 反射線 就是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那 啥叫做法線 什麼叫做法線 法線 法線是什麼 林宗彥 不要理他 柯小涵 請坐 在那個碰到那一點 入射那一點 垂直 跟反射面垂直的線 叫做 法線 重點的keyword 是 什麼叫做入射角 誰是入射角 這個是重點的keyword 張子民 什麼叫做入射角 你坐 入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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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一個 沒有 按照 你坐 入射線 入射角就是 入射線 入射線 就是反射角 叫做入射角 那麼 同理 啥叫做反射角 什麼叫做反射角 你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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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伯祥 比照辦理就好 入射角叫做 入射線 跟法線 假角 反射角 法線跟反射線 假角 你坐下 反射線 跟法線的假角 比較重要的事情 是要了解 誰叫入射角 誰叫反射角 因為考試問 你說角度的關係 入射線 跟反射線 假體度 反射線 跟障礙面 假體度 入射角體度 反射角體度 是要把它討懂 所以重點是要討清楚 誰叫入射角 誰叫反射角 就是簡單幫各位 複習我們的 反射定律 可以嗎 OK